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上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主要讲上传 上传安装主题和汉花包这件事要分几种情况 我们新购买的主机一般都是空的 我们下载的wordpress和wordpress主题都在我们本地电脑上 汉花包也在本地电脑上 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上传到主机空间上 然后在主机空间上去配置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这个上传的方式 上传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的主机 特别是国外的主机 它自带了wordpress程序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进入到wordpress后台 然后在后台里面有一个主题外观里 可以直接上传主题包 比如awada.zip 这个只有5兆左右 这种方式最简单 但是容易出问题 因为这个主题包不一定是原包 上传后解压的路径不一定是对应的 上传过程也容易出现问题 导致主题文件不全 上面说过 这种商业主题有1600多个小文件 出问题后需要看下面介绍的解决方式 这种看上去简单的方式并不推荐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的主机自带了文件上传功能和转移 也就是移动文件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上传功能 上传wordpress的那个包 主题包和焊化的文件 然后再用主机自带的解压功能 把那个wordpress的那个压缩包 还有主题的压缩包解压 在主机上解开 然后再用主机的移动目录功能 把wordpress的那些文件 转移到网站的根目录 根目录上节课讲过 然后再把主题的那个目录 转移到主题的目录 这个上节课也讲过 然后把焊化文件也转移到 主题的语言的那个目录 上节课也讲过 Avada的焊化文件一共有三个 对应着是三个目录 要分别安放 如果主机不具备上面的功能 只能老老实实的 用最笨但是最可靠的方法 先配置ftp软件 然后分别把wordpress 主题还有焊化包 上传到对应的目录 ftp的使用方法 请看公共课的免费教程 还有个事情要注意 wordpress和主题包 本地解压后有很多文件 用ftp逐一上传的话 极有可能会遭到 主机服务商的屏蔽 这要联系主机服务商 用服务商提供的方法 上传解压 一般主机都包含解压 或者类似的功能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本地电脑上 把wordpress的包 主题包 以及焊化包 整合好 在打包上传到主机上 在主机上解压 这也是个好方法 不论选择哪种上传方法 wordpress 主题文件夹 以及焊化文件 它们的目录一定要上传正确 否则就会出错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